嗨各位好久不见 前两天有朋友问我iPad的类质膜应该怎么选 那这期视频呢就正好给各位分享一下 我最近一直在用的类质膜 首先大家如果是要选择类质膜的话 肯定是尽量选择可拆卸的类质膜会更好 我现在使用的是豪洛克姆的类质膜 这款类质膜是无胶可拆卸的类质膜 需要的时候呢就贴上去 不用的时候又可以拿下来 脏了还可以直接水洗 确实是很方便 我最喜欢这款类质膜的一个点就是 它真的很稳固 大家可以看见 我在翻开保护盖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位移 而且我这个保护壳还是一整块 不是三折式的 在翻开的时候吸力其实挺强的 而且我的手按在上面使劲摩擦 它也是丝毫不动 这个吸力是真的很强 而且这个类质膜吸在上面是没有缝隙的 非常的服贴 然后这款类质膜的书写感受也非常不错 阻尼感适中 大家可以听一下写字的沙沙声 这个声音听上去确实是舒服 我相信很多朋友购买类质膜是因为平时写字或者绘画的时间比较多 那么除了类质膜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影响书写手感的东西 就是笔尖 我之前其实是不相信这个东西的 直到我用了其他的笔尖之后才知道 笔尖带来的书写感受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就以我手边的这两个圆珠笔尖举例子 这两个圆珠笔尖也是豪洛克姆品牌的 我们来对比一下和原装笔尖之间的差别 圆珠笔尖是金属材质 而且比原装笔尖更小 在更换了圆珠笔尖之后 书写感受可以说是完全的不一样了 在类质膜上书写的时候 就能感受到非常接近纸笔的书写感受了 而且会感觉下笔更轻盈 书写更有力的 感觉写出来的字都更透 更入目三分的感觉 而且换回原装笔尖之后就会觉得 原装笔尖怎么这么笨拙啊 这种感觉就像是我第一次使用iPad 笔在iPad上书写的时候 感觉怎么这么轻盈 这么连贯的就把字写上去了 然后换上圆珠笔尖之后 就感觉这个圆珠笔尖怎么这么轻盈 这么连贯的就把字写上去了 我个人认为呢 笔尖带来的书写感受的变化 比类质膜要更大 所以朋友们真的可以去买一个 不一样的笔尖来试一试 然后除了类纸膜和笔尖之外呢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HoloKoM他们家的 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啊 就是A2膜 这个A2膜的特点呢 就是增透 低反射 而且比较抗指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对比啊 一边是贴了钢化膜的 另一边是贴了A2膜 确实有着肉眼能看出来的区别 会稍微更透亮一些 而且反射会更小一些 而且也确实没有那么沾指纹 总结一下 我觉得这几款产品确实都还是很不错的 特别是笔尖啊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 不同的笔尖 你一上手 就能感觉出来笔尖带来的不同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不妨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 你的关注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